哈喽,我是小鱼的手工老师饭团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做这个可爱的小猪包 首先,做包我们要学会四个基础步骤 凉线、穿针、缝线、收尾 学会这四个基础步骤就可以做好整个包包了 缝包都是按照这四个基础步骤来的 第一步,准备把二号皮缝在一号皮正面的对应位置上 然后缝这一圈线段 好,我们知道第一步骤怎么做之后我们来量线 这里量线的长度的话就取一号皮这段直线的四倍长度拉线 最长的这一段的四倍长度拉线 比如这里是一倍,然后以此类推数四倍 凉完线之后穿针 我们使用的缝线方法是双针缝法 所以线的两头都需要穿上针 首先把一头线穿入针眼 然后拉出一小段线 针尖直接从拉出的这段线的中间搓过去 我们这里把线用指甲压在板子上或者桌子上 然后针尖从线的中间搓下去 然后把短的线头往后拉过针眼 再拉紧长线 完成穿针 另外一边同样的方法操作 穿好针之后就可以开始缝线了 穿好针之后就可以开始缝线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随意一个孔位开始缝就可以了 只要孔位没对错就行 先把针穿入第一个孔位 然后两线平均分配的一样长 上面的针为A针 下面的针为B针 我们B针从旁边第二个孔位往上穿 然后把线摆到左手边的一个角度 A针由第二个孔位往下穿 完成一次交叉后 稍微拉紧两条线 后面都是重复这个步骤来缝线的 下面的B针往上穿 上面的A针往下穿 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 下面那根针穿上来的时候 开始是摆向左手边这个角度的话 后面都统一摆向这一个角度 这样缝出来的线剂才好看哦 就这样缝点了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冯完这一整圈所有孔位之后 我们直接往回倒缝两针收尾 把线都穿到同一边 我们这里都穿到底下 剪断辣线之后点上502固定 注意502在使用的时候呢 不要直接对着皮操作 先找一个不要的盖子或者卡片 把502滴在里面 然后拿一根备用针或者牙签 沾一点502 少量多次涂在我们刚刚剪掉线结的那个地方 注意502要少量多次使用 因为粘在皮面上的话是清洁不掉的 注意502只涂在线上就可以了 好等502干了之后 我们第一个步骤也做完了 然后基础步骤也学完了 剩下的呢 全部都是按照这四个基础步骤来操作的 先量线 然后穿针 缝线 收尾 做好第一个步骤之后 第二步就是把二号皮 三号皮 把它缝在一号皮正面的对应位置上 缝这两段线段 因为这里比较简单 所以我已经先做好了 然后这两段量线的长度呢 取一号皮 这段直线的两倍长度拉线就可以了 这一段直线的两倍长度拉线 好之后 我们把五号皮 缝在一号皮正面的对应位置上 这个是缝好的样子 大家看一下 中间这里是有个小正方形的 这里量线的长度呢 就取一号皮这段直线的三倍长度拉线 然后线穿好针 跟着我的步骤来缝 我们先从这个角开始 把针穿入第一个孔位 两线平均分配 然后再往上缝 直接按照我的缝线顺序 跟着一起缝就可以了 缝到这个角的时候 我们再倒回去缝一针 然后再沿着这边缝 这个顺序呢就是这里 过来到这里 可能动作比较小 大家仔细看一下 从这里开始缝到这里 然后倒回去缝一针 缝到这里 再倒回去缝一针 开始缝到这里 然后再倒回来 这边缝一针 缝完这里最后一个孔位 我们往前缝一个孔位 从这里开始 然后再把上面的针穿下去 剪断拉线之后再点上502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步骤就制作好了 下一步把六七号皮缝在一号皮正面的钉位置上 然后这里分两步 第一步把六七号皮先缝起来 然后缝中间这一小段线段 然后这一小段线段的话 量线长度量一号皮这段直线的两倍长度拉线 缝好之后再把六七号皮组件缝在一号皮的正面钉位置上 然后缝这一圈线段 这一圈线段量线的长度 取一号皮这段直线的四倍长度拉线 这边是做好的样子 大家看一下 先把六七号皮这一段直线缝起来 再把六七号皮组件缝在一号皮组件的正面对位置上 缝这一圈线段 这一圈线段 以上的结束 先把四十一圈线段 这一圈线段 再把六七号皮组件缝起来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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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缝这一圈 缝线方法跟前面是一样的 然后两张十号皮缝在八号皮的正面对应位置上 然后分别缝这两段线段 这里两线的长度取八号皮这段直线的三倍长度拉线 下一步把十一号皮十二号皮缝在八号皮的正面对位置上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操作 首先我们是需要先把十一号皮这里这半段线先单独缝好 缝好之后塞上棉花 然后再把这个十一号皮缝在八号皮的正面对位置上 我们在缝十一十二号皮的时候 缝到大概这个位置我们就要边缝边塞棉花进去了 不然的话我们缝到这里再将棉花的话就会比较难塞 这里凉线就取十一十二号皮这段直线的十二倍长度拉线就可以了 凉好线穿好针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们十一十二号皮这两个位置分别有个大孔的 我们先从这个大孔缝到这个大孔 缝线方法呢跟前面一样的 我这里先示范两针 缝到大概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边缝边塞棉花 缝到大概这个位置我们来把棉花塞上 这里塞的时候大家可以拿支笔或者拿个干净的筷子 搓一下把棉花塞进去 还有咸 Wilun egg 我们逍家爪 Games 什么时候可以拿支笔 一环 services 写到!!!! 好 我们逍到这边这个大孔的时候要记得停下来 先把棉花塞好 然后再把这个12号皮组件缝在8号皮的正面对于之上 缝好之后我们拿到8号皮 把下面的那一根针 大家注意看这是下面的针 穿入这里第一个孔位连接的孔位 注意看 然后把它拉紧 拉紧之后我们再按照正常来缝线就可以了 现在的状态就是一根针上一根针下 然后我们就按照正常的缝线方法 把它缝上去 所以就按照正常来缝线的东西 我们下段的鲜匙 我们下段的B1 就按照正常来缝线的 但是我们下段的鲜匙 我现在就按照正常来缝线的 然后再按照正常来缝线的 那么俩饭 对 人民带线的 就按照正常来缝线的 又按照正常来缝线的 带线的 然后这里缝完最后一个孔位直接挽回 倒缝两针收尾就可以了 再来一遍 下一步 单独把13号皮中间拉链这一圈线段给缝起来 然后这一圈线段量线的长度 取13号皮这段直线的8倍长度拉线 然后先穿好针我给大家示范几针 先从这里随意一个孔位开始缝 然后我们把皮面当作是皮底来缝 因为拉链这一边没有孔位 然后我们下面那根针往上穿的时候 这里就相当于穿了一个孔位出来 然后我们上面的这一根针 再从B针上来的那个位置圆孔位穿下去就可以了 这样子拉链这边没有孔位的话 也照样可以把线纪缝得很好看 后面都是重复这个操作 好 好 示范的呢我就录到这里 剩下这一圈大家自己去缝完它 然后缝完所有孔位直接往回 到缝两针收尾 如果说遇到这个位置 拉链挡着的话 大家斜一点把它缝起来就可以了 比如我要穿这一个孔位 中间这个孔位穿不了 那我们就这样子鞋子穿出来 缝好13号拉链皮这一圈线断之后 我们分别把两张14号皮给连接在一起 然后形成一个圆圈 大家看一下 14号皮组件承递的方式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一段线段 两线的长度取其中一张14号皮的两倍长度拉线就可以了 这一段直线的两倍长度 然后这里是要缝三段线 第一段连接两张14号皮 然后再把13号皮连接到14号皮的两端 注意看一下 两张14号皮分别都是在13号皮的上方的 这边的话就谁上谁下都没所谓 然后这边的话都要统一一下 缝好这个步骤之后 我们把一号皮组件跟13号皮组件给缝在一起 然后对孔位的时候大家注意看一下 13号皮组件跟一号皮这个位置分别都有一个大孔 然后这个大孔呢就是对应位置的 大孔对着这个大孔 然后一号皮是在13号皮的上方 这边是缝好的样子 大家看一下 然后缝这一圈线段 这圈线段量线的长度 就取一号皮这一段 最长这一段直线的13倍长度拉线 量好线穿好针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缝线方法呢都跟前面的是一样的 然后注意像拐角的这些地方 只要你孔位对好 它形状自然就会出来了的 孔位数量是没有错的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圆形 所以孔位的话呢可能不会百分之百的对上 稍微有一点点错位是正常的情况 那不是什么 那不是什么 我会做的那种 这种东西 现在我们做的东西 还有那种东西 这个东西 没有想到 这个东西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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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示范的呢 我就先录到这里 然后剩下这一圈 大家自己去缝完就可以了 特别是缝到这个拐角的地方 线一定要拉紧 如果说找不到孔位的话 可以先穿过一层 然后再穿到这一边 这样子先穿一层 然后再穿这一层 然后再拉紧线就可以了 缝完所有孔位也是一样 直接往回到缝两针收位 如果说缝制的过程中遇到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联系一下我们在线客服 缝完之后就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如果买的是双煎包的朋友们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张皮下面还有多一排孔位 然后左右两边都各多一排孔位的 那么这一排孔位呢 就需要加上这三张小皮 对皮的方式也比较简单 直接对折一下 然后把它对应好孔位 开始缝线就可以了 那么这张皮对应到拉链这个组件的时候呢 也是同样的 拉链这个位置它会有一个居中的大孔 对应的是这一张皮的 背面这张皮的大孔 缝线方法跟缝正面的收拾一样 凉线长度也是一样 凉13倍长度拉线 这是缝好的样子 先看一下 比较简单 就是加多三张小皮上去 左右两边也是一样 都有大孔对应位置的 直接对上去 先把这一小段给缝好 把其中这一小段线缝好之后 我们再加上拉链这个组件就可以了 然后缝这一大圈 那么这里下面这一段小段线呢 直接量这段直线的两倍长度拉线 后面呢都是同样的缝线步骤了 好 量好线我们先把 这张小皮给缝上去 对折一下 然后缝下面这一排线段 这两边是缝好的样子 你先看一下 然后注意 下面的这两个地方 这个方向是朝内的 然后上方的这个是向上的 那么这个方向是atten图的 这样一直用到的 我们先让对手中参与 那你如果 istem调记者 那点所以就会用安排 特别的 对手中参与 那么这一点 所有正面那边 本来的话 颁度 颁度 好 那么另外这两边呢 也按照同样的方法来操作 好 下一步把这两个组件组合起来 先找到对应的大孔 把针穿入这两个对应的大孔 为第一针 然后两线平均分配一样长 旁边的针从第二个孔位向上穿 后面呢就都是重复的缝线步骤了 这些对应的针从第二个孔位向上穿 带着针的针从第二个孔位向上穿 第一针是针的针 我们要够吃针的针 这些针的针 来吧 在小针的针 也要拿起来 这些针的针 它就像针的针 针的针 针的针 во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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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后面都是重复的缝线步骤 跟缝正面的时候一样 缝完这一圈 遇到拐角的地方 记住一定要拉紧线 然后缝完所有口味 直接往回 倒缝两针收尾就可以了 我们大概缝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拉链拉开 然后手直接从拉链里面伸进去缝线 就会让我们吃的一颗 对我来的超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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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可能 打直接 对方还弄掉 对方 对方 这应该是对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做好包包之后 把这张15号皮穿过小低扣 然后缝这一小段线 然后这段线量线的长度 就取这段直线的 六倍长度拉线就可以了 量好线穿好针 按照我们前面所学的缝线方法 把这一小段线缝完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把它这样子扣在包包上 扣在这个拉链上面 直接推进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安装肩带 直接先把一头肩带往上方这个孔穿过去 两边分配一下 调整好之后从右边这里穿下来 直接打个结 另外这边也是同样的方法 好 那么这个煎蛋就安装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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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